另外根据环保署的统计 目前全国每年大约有十多万的车辆都是报废车 虽然已经注销了车籍 不过却是下落不明 或者是随便就乱丢 或者是被卖掉了 因此为了解决这样的管理的漏洞问题 环保署现在打算要求车组 要取得环保署的回收证明文件 才能够注销车籍 民众要报废车辆 一定会想到要去监理所注销车籍 以免车子都不开了还要缴交税金 不过这还不算完成 报废的车辆还要送到回收厂 拿到环保署的证明单据 如果不把车子送到合法的回收厂去报废 很可能会后患无穷 根据环保署统计 每年大约有55万辆废车回收 不过还有两成大约11万辆的废车 注销的车籍却下落不明 很可能被随便丢在路边变成垃圾 也很有可能被俗称台霸牛的业者 收去非法变卖 因此环保署打算将来要报废车辆 得先拿到环保署回收证明 监理单位才会注销车籍 让国内的环境变得更好 治安的问题能够获得一些改善 所以我们就思考说把这个车体的管理 车体回收的管理和我们车级的管理 把它结合在一起 环保署强调其实新的办法 对民众没有太大的影响 只是调整一下报废的顺序 不过目前相关法令还在立法院审查 什么时候实施还没有定案 记者林金梅谢其文台北报道